CYC2012年的第一次聚会 欢迎大家回到CYC2012年的第一次聚会 对 我们非常感恩 因为有你 在我们的当中 相信你必然是有福的 没错 人家说新一年新希望 不只如此 我们拥有神的爱 我们每一天都充满新的盼望 是的 相信今年2012年会比去年2011年更加的精彩 CYC这个家一样永远不改变 除了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 对 因为它永远是我们洪水中的方舟 饥荒中的良康 患难中的避难所 风雨中的温暖家 对 在这2012年将会是你和我最恩典最丰盛的一年 毫无惧怕地面对每一次考验 必能在2012年得着更大的力量 精力和信心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依靠神 凡是相信 凡是探望就必得着能力 Amen 最直接又最能表达对上帝的爱的地方 就是我们遇见神的祷告会啦 对 所以1月8日也就是明天的下午2点 在Man's Century将会有我们的祷告会哦 凡是以祷告为力量 并能在生命中经历更奇妙的事情 所以千万不可错过在2012年首个的遇见神祷告会 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是中学生 我们欢迎你参与我们的第一堂5点钟的聚会 如果你是大专生各行各业职业人士或专业人士 我们欢迎你和你的家人来参与我们的第二堂7点30分的聚会 请大家准时出席每一堂的聚会 并且继续地邀请更多人参与我们这两堂的聚会 CYC按照大家的需要而设立不同年龄层的小组 我们有中学、大专、执青小组 同时我们也有专业人士、Super妈妈 还有艺人小组 欢迎还没加入小组的弟兄姐妹们 可以开始固定参与星期四至星期六的小组 时间将由各小组组长安排 神的大家庭 希望我们一起在生命上互相的扶持 并且一起的努力完成神的大使命 CYC是我们的家也是你们的家 需要交通安排来回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请注意 不必亲自于每周星期四晚上10点30分前 发送简讯给交通区长做安排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CYC的手册上 找到每个领域的交通区长的联络方式哦 在这里提醒大家 CYC的中央交通系统 只安排星期六聚会来回的交通 在我们当中的任何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有任何荣耀神的见证 要与我们分享的话 那你可以联络我们的小元姐 同时你也可以在CYC的咒讯上 找到联络她的方式哦 当我们分享神的见证的时候 不但再提醒我们神的奇妙 也帮助听的人可以从中得着鼓励哦 对 今天的资讯你都记得了吗 那是时候了 那我们一起来卫生疯狂吧 Come on 让我们离开座位 冲到台前 一起在美金拜我们的上帝吧 Yeah Let's go